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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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兰花切得很小就可以了 切得这么大小差不多了 蘑菇会有一点汁 这个汁可以不要吃 大火 韩国他们做贝贝马会用水煮这个豆腰菜 但是我用中国的方式还是炒出来 因为中国菜基本上什么都是炒出来 烤家菜要原味不放盐的 韩国的原材料就是他们的三叶菜 很重要 这菜跟韩国的方法一样 切成差不多五厘米这样的长度 稍微炒一下 这个要放一点 现在这个西兰花鱼有点冷下来 我会放点香 这香的酱有一点点 一点点黏在上面 已经熟了 按一下 倒下去就好了 中文这个叫 英文叫北周 中文叫金不坏 要比较多一点 要比较多一点 很多这么多油 因为等会我们要放这个 韩国最有特色 最有名的 红椒酱 这个我觉得比比拼包 没有这个就不叫比比拼包 所以我把它保留 油不要烧热把它放进去 这些小的 金不坏 颜色有一点点变像榨干了一样 然后你闻到一股香肠味 香肠开始烧得冒烟的时候 我把这个火还打烧一点 然后把这个红椒酱放进去 最重要的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 传统的比拼包里面是猪肉 牛肉或者是牛肉 这个是香肠 这个在基本上超市都可以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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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把它把它放进去 当然平常是不需要这么多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开了一罐 所以把它全部放进去 这个在基本上超市都可以卖得到 посмотр a little bit 大红椒 放点 flop 放进去 放全体浄 我就不要放盐了 因为这个 红椒酱里面的鱼油很咸 所以不要再放盐 但是放多的配护椒 两个辣味在一起 还有一个韩国的红椒酱也很辣 这个也很辣 但是不是那种辣的不能吃 一种香的辣 所以会两个味道在里面 然后腌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 巴热饼原来里面的汤料 加进去 干的番茄切成小条 在中间再切一个 就差不多了 对 全部放在一起 这就是北冰棒的所有材料结束 然后你可以拿米饭 然后可以把北冰棒拍摄完成 然后可以先把米饭放进去 北冰棒米饭 把所有的材料 每一点点放一点点 大部分都放在一起 干菜 干菜 蘑菇 就是它的酱 香肠 在下面 豆 画龙点睛 跟韩国一样 把它放上 可以放在鸡蛋上 一点点 然后这是我的鸡蛋